这个男人亲眼目睹全家死在自己面前 为了复仇他化身为惩罚者 杀光了所有与自己有过节的人 尽管他将所有犯罪人员全部绳之于法 但依旧没有找到真正的幕后黑手 直到这天 肖恩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对方声称知道他妻女死亡的全部真相 很快 肖恩便根据线索找上了神秘人大卫 经过一番严刑拷问肖恩得知 大卫原本是美国NSC的一名情报员 一次偶然期间 大卫收到一份匿名邮件 打开后发现 里面的内容居然是军方在砍大哈的报警 作为一名合格的NSC情报员 大卫立即将邮件发给了同事 并上传到后台进行了备复 不料第二天 一群全副武装的FBI就将他团团包围 感觉到危险靠近 大卫和妻子做了最后的告别便下车逃离 带队的沃夫根本不给大卫解释的机会 直接一枪了结了大卫的声音 幸运的是大卫并没有死 胸口的手机替他挡住了致命一击 就在这时 电脑上的警报突然响起 原来是大卫提前设置好的警戒装置处罚 如果在三分钟内没有输入密码 那么这个据点就会启动自毁程序 并将所有影像资料上传到不同的社交平台 无奈萧恩只能解开束缚让大卫解释警报 不料刚输完密码 萧恩便被大卫利用藏在笔内的麻醉剂直接放倒 不久后 醒来的萧恩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被束缚 胸口上反而还摆放着一把手枪 随后大卫拿着咖啡走过来 看见萧恩警惕的样子大卫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讲起了自己的发现 原来大卫利用黑客技能黑进国防系统 了解到萧恩在坎大哈执行的每一项任务 从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博会的任何授权 同时也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行动的合法性 大卫的话让萧恩想起在坎大哈的一次行动 CI的罗林斯派遣他们去执行一个任务 也就是杀害一名无辜的警察 但在掩埋尸体时 罗林斯却让萧恩取走尸体上存留的子弹 当时战友提出过质疑 不过萧恩也没有太过在意 因为身为军人服从命令就是天职 可是后来因为罗林斯的独断专行 执意让众人深入敌后执行暗杀命令 察觉出异常的萧恩提出过质疑 但都被罗林斯利用长官的身份全部否决 果不其然在行动过程中 萧恩所带领的小队遭受了伏击 看着身旁的战友一个个死于非命 萧恩犹如战神附体 单枪匹马杀穿敌人埋伏 虽然暗杀任务顺利完成 但这次行动也异常惨烈 整个小队成员几乎死伤殆尽 而身为作战指挥官的罗林斯 却丝毫不在意人员伤亡情况 只在意目标人物是否死亡 最终萧恩忍无可忍和罗林斯发生了传统 想明白这一切的萧恩信念彻底崩塌 本以为自己是为国效力 没曾想到投来却成了私人牟利的柜子手 家人也沦为上层博弈的牺牲品 为了找到害死家人的幕后尊凶 萧恩同意了与大卫合作 但他的要求只有一 每次都没有人家人的家人 你都没有人家人 他死了 我记得那 中文字幕——YK